哇怎么多人啊 旁边一位先生就说了 因为他的面量多 而且真的好吃 香又Q 所以呢人就多 排队的人龙 当然就长啦 听了他这样说 我也赶快凑钱先排上队再说 本来是被他门前的这个奖公给惊到的 却没有想到被这位先生给忽悠了进来 哇里面满满的照片 都是一些名人哦 政治人物居多 说实话 难道老板是一位政治狂热者吗 有一点点好奇 但是他的人真的很多 排队的人也很长 所以呢有一点点期待 真的想要吃吃看 是不是如他们所说的好吃呢 既然说是面好吃 那我们就吃面吧 小伙伴点的是牛肉面 我点的是榨酱面 干面一定要吃榨酱面 才知道他的功力是如何 我们等待一下 这家面店很特别哦 他后面还有红茶跟奶茶 随便喝 老板你也太佛心来着哦 说实话 他的翻桌率真的很高 坐下去没多久 就会看到有人离开位置了 有人进来了 真的非常的厉害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期待中 他的面送上来了 哇 看看这个汤头 非常的不错的感觉哦 这个颜色应该是很棒的 这个牛肉是很不错的哦 不是小小的一块 而且他带有一些筋 蛮好吃的感觉 还有这个面呢 是QQ的刀削面 哇 感觉是真的还不错 听小伙伴说 他的汤头也是非常的棒 因为我没有吃牛 所以也没有试试看 他的味道是如何 可以感觉到 他是非常有诚意的哦 看得出来 他是有着浓浓的眷春味道 你觉得呢 我的炸酱面也上来了 你看看 他是很好的一碗 他里面是充满了肉哦 老板真的是很佛心 这些肉末 在别的地方吃应该不少钱 他还给了小黄瓜 拌起来吃的感觉呢 真的很好 觉得他做的真的很好 难怪会有这么多的人 愿意在这里排队 他给人的感觉 就是充满了眷春复古的味道 并不是那种名店的感觉 不要以为他是美职得奖的那种店 那你就错了 他就是有着浓浓的味道 就是那种怀旧风 所以如果你要寻找名店 那去别家 如果你是要选择这种复古的眷春味道 这一家非常的推荐 本来只是去光华商场买东西 路过这里 看到好多人在排队 就被人家说面好吃 所以就好奇心排了队 进来之后发现 他是浓浓的复古风 相逢自私有缘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观赏